其實應該有三個人喔 那就是陳藝信 然後曹總謝長亨 以及圖鴻青在三張時期 也是算17號 這一個左半邊的深遠飛球 李凱威敲出了歐把的長打 李凱威這兩天確實手感蠻火燙的 這場比賽又二之二 二之二 在整個來說的話 這一次這個投打的這個對決來說的話 李凱威是站著真的 真的是百分之百的這個贏面 因為畢竟他在這個球速完全落後 良好沒有壞球的情況之下 會投到這個五號位置 真的是有一點這個 在控球上有一些些沒有去做的 沒有執行的很好 那當然啦 李凱威這個達到的球 甜蜜點非常好 這個讓球在空中會行的 三成三零 這一棒被扛到了 右外野方向 這棒球還在 Baseley 郭延文扛出了一發 兩分泡 扎實的 好這是郭延文 轉戰衛權龍隊之後的守紅 也讓龍隊在三局上半是 掀持得點一口氣來到2比0的領先 剛才這個球就投到比較高的位置 讓郭延文打一中 對比較可惜的啦 都是在這個球速領先的時候 就挨了這兩棒 一個二雷打一個前雷打 這次前雷打一個 對 那等於就是郭延文這次前雷打一個 也是今年 今年直棒三十五年 在花蓮的首項 是今年的 當然先看一下這個球 左半邊 一直到掃出了安打 龍隊單局的第三隻安打了 對 過去在花蓮打全雷打是可以獲得一萬塊的紅包啦 對過去 今天我就不知道 對 因為昨天沒有人開轟嘛 對 對 我也不敢保證啊 好 剛才則是內角球 Girikiru有點稍微擠到 但還是形成了安打 嗯 當然棒子稍微擠壓到 但是靠著自己本身的這個拋啊 面對江上王要以外 中間方向又是一隻強勁的平飛安打 Girikiru在二壘剎車 這個掌握得很好 好 講上王兩隻二了 而且最主要齁 這位球也都是在好球 好球袋的裡面啦 包 在太多的好球袋了 這個裡頭 就是五號的位置啦 這幾個球 確實都是有一些些絲頭齁 掌握得很好 對 這個 哇 太甜了 這個優愛的方向 又是蠻深遠的優愛手 王伯璇 退到牆前 這個球是過地 那兩出局的情況之下 這次安打 要打回兩分 就連郭天信都一口氣上三壘 三壘啦 三壘 三壘 安打 所以是龍隊在這個半局吃下了打局 口氣灌進了四分 而且衛拳達成了單局的完全打擊 沒錯 一二三都有啦 一二三千雷打都有啦 嗯 嗯 這個還是齁 掌握得都非常好 這個判斷的還是有一些些的小落差齁 跟球的落點還是有一些些的那種不太一樣的 跟自己判斷的不太一樣 那因為是兩出局啊 球打出去 跑者就是往前衝就對了 所以 嗯 即便是腳程不是強項的Gigel還有蔣少弘也都輕鬆的回到本壘得分 六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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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